世界上被廣泛使用的漢字 究竟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今天又要介绍哪一个文字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漢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 漢仔 嗨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 漢仔 是漢仔 漢仔会是什么字啊 漢仔 漢仔 走路的漢仔 原来是个人字啊 就像侧面稍微拱起身子站着的人 着直直的手臂 有着长长的腿 漢仔 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刻在硅甲瘦骨上的文字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后随着诗带眼镜 使用字体有所不同 这是人的经文 这是人的经文 小传 历书 凯书 人 还可以有这样的影响 两个人走在一起 有跟随之意 是为从字 相当于从字 一人跟一人并排站在一起 成了笔字 人倚靠在树旁休息 就变成了修字 从人的姿势 到两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 都可以演变出不同的文字耶 真的好有趣哦 汉字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啦 大家好 我是天竺树姐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可以按下订阅键 这样可以常常看得到我们哦 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话 也可以看这里